HTML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嘛 然后CS就好像我们穿衣啊 有化妆啊,有戴耳环啊 让它更美化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Jason 我是Triss 欢迎来到SERT IT Studio 之前我们已经谈了HTML嘛 现在我们来谈谈CS CSS就是Cascading Style Shit 它就好像一个美化我们HTML的一个语言 就是说HTML就好像我们的身体嘛 然后CS就好像我们穿衣啊 有化妆啊,有戴耳环啊 让它更美化了 一个语言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我们的频道是一个知识心教育频道 专门分享网页设计,平面设计,营销策略其技巧 如果你正在关注这类型的影片的话呢 请记得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CSC的机会啦 CS呢,它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就是Selector 另外一个叫做Decoration Selector就是由Element组成 什么是Element Man 你们去一回上次我们的讲HTML的影片 对,去看 然后它就好像我们的H1啊,H2啊 这种Heading 好像Decoration呢 就是我们要怎样装饰我们的Element 就是要怎样装饰我的H1 我要怎样装饰它 我要怎样装饰它 我要放什么颜色啊 我要把它用什么Font啊 它的Size 多少啊 对,这个叫Decoration 然后Decoration里面呢 它又有两样东西哦 第一样就是Property 另外一个就是Value Property的意思就是说好像 颜色,Size 还是你的Font是什么东西 然后Value呢 就是好像我要什么颜色 好像你的Property是颜色嘛 对对对 你就要蓝色 你的Value就放Blue 嗯嗯 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OK 来我们来看看CAS它的Code是怎样的 嗯哼 这个就是我们HTML的Code嘛 对 好像之前我们说过HTML 如果我要在H1换颜色 我们要怎样弄啊 还记得吗 打Style 打Style 然后等语 Color Color 然后什么颜色咯 冒号啊 什么颜色 你要什么颜色 TOMATO TOMATO 它就变TOMATO颜色 我学会啊 对很好 你们有学会吗 还没有学会的话 去看回 看回 这个哦 它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BODY里面 我有很多个PARRAGRAPH OK 我有很多个PARRAGRAPH 我每个H1 都要放TOMATO颜色 我就要一个一个去打 每个H1 我都要打TOMATO 就好像很麻烦 扣子会很长很长 CAS 它是可以统一起来 你的H1 我可以 订阅它 它是TOMATO颜色 或者是它的FORM多少 因为我们每个H1 的Size 颜色都一样 OK 怎样Style 然后它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Head的下面 BODY的上面 这边我放一个Code 叫Style Style 然后 刚才我们学过了 我们那个CS 我们有分Selector 跟Decoration 对 Selector 就是我要放Element Element就是我的H1 H1 然后BRACKET COLOR 是吗 就是COLOR 然后 放TOMATO TOMATO 然后放粉号 就全部变完了 就全部一起变了 对 我不用COPY PASTE COPY COMPY PASTE 不用就很方便 好 好像在ATOM的Software 刚才我的Code好像很乱 所以它有一个功能就是 我可以Beautify我的Editor Content 它会直接换到很美 拍到很美 嗯 之前呢 我们在HTML学的时候 我们懂 如果我们的图片 我们的图片 我们的图片 我们放在同一个组织 是用于管理 对 CAS 它的 purpose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 用于管理我们的Code 我们会把所有的CAS 所有的Code 放在一个File里面 好像我们的主要标准 我们的主要标准 我把这个File 我把它命名为 Style.cs 都什么名字都可以 什么名字都可以 OK 我连接它 现在我打回刚才的H1 还记得Code Color 刚才是Tomato 现在我放一个青色 我看 我放青色 我放青色 然后我按Safe 这个是我Style里面的CAS 然后如果我要怎样 怎样连接 在我这个HTML里面 我要怎样连接 CAS 对 我们要有一个Code 叫做 LinkRail OK 然后我放 因为是CAS CAS 我们叫Starship Starship 然后我连接它 是这个Code 然后 它就会变回刚刚 青色 对 它就会走出来了 青色 为什么 可能你会问 为什么在H1 这个Domato 这是青色 因为HTML 它的呈现方式 是最下面的那个Code 它会呈现出来 好像我现在 我放Style 是青色 如果我在这边 我在第二个这个 我要换它的Color 哦 怎样 换它的Color 等你 Color 冒号 什么颜色 我这个我放Blue 哦 就只有这个会变 对 它是在最后的一个Code 最后一个Code 它呈现出来 这样它才不会混合 对 对 它就不会面前面 它就会直接洗到它 前面 这是一个HTML 它的呈现的方式 OK 好像我洗掉它 然后 这个我就拿掉它 就是我连接这个CAS 这个Style.cs 它里面的Code 就是青色 就我要改 我就在这里改 我就在这边改 我把这个Code OK OK 嗯 好像如果我要放Foom Size 哦 呃 这是四字体的 那个字的大小啦 对 好像我要放50px 然后分号 然后 Safe 每一个后面 一定要打一个分号的 这只要分号 对 分号 就代表你这个 这个Decoration N了 嗯 它就会变 OK 然后 变回你的TOMATO 颜色 我就在这边 变咯 然后我按Safe 它就会变 哦 全部只要在这里改 就可以 全部一起改 对 就会很方便很多 嗯 有整齐哦 那个Coding那边很长 对啊 好像你注意看 这个我有一个P 我P 我又要换东西 我就在那边放一个P P 或者 或者 如果我的P 我要跟H1的 颜色跟字体一样的话 我就放一个Dohau 然后P 然后我Save 哦 就会这样 OK 哦 很容易哦 很容易 然后P 我开到另外一个P 然后 Color 嗯 要什么颜色 我就放蓝色 然后这个 Safe 哦 全部都可以在这里 如果我要把两个Praibaba 换它的字体 换它的颜色 我们要怎样做呢 还有一个 CS 还有一个方式叫做 Class 对 Class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好像我们 选择这边哦 我们前面放一个Doh 然后 我要Green 哦 然后 关掉它 我就把它放Color Green 然后可能我要 可能要把那个字体变出 我就放Bow 然后这边有一个 然后这边有一个 我不要变 我变意大利 OK 嗯 这样子 然后我Save它 就是这个Green 是一个Class 现在还没有东西出来 是因为 我在这个HTML 还没有放 好像Lesset我要把 在第三段 第三段这边 我要 加入它的这个 Class 然后我就Class 等于 Green 就是Green 哦 你看它就会变了 嗯 然后我要把它放在 第二段 第二段的这个Panagraph 也是可以 哦 你看 它就变了 它就方便很多 你就不用 你就不用再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去打 那个Coding 打这个这样长的Coding 你就 你就只是拿它 它的Class 然后放在你要的哪个段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很简单 像JS 刚刚你打那个Green 字啊 它一定要是Green 因为你放Green 还是我可以打别的东西 哦 Cluster就是你放什么名字 都可以的 它是一个名字 哦 因为我放Green 是因为我要懂 我这个 这个Function 是我要呈现青色 哦 其实我要放 我放你的名字 我放Twist 也是可以的 然后我就去回这个 哦 这边要改我的名字 我放你 Twist 啊 然后它就会连回 它就会连回 哦 其实是都可以的啦 都可以 放我的名字 是因为我要懂 给你容易知道 这个名字是什么 什么attitude 然后它是青色 嗯 这样子而已 最后一个呢 在CIS里面 有一个叫做ID selector ID 对 ID selector 它的用法就是 它在指定的 就是好像 我开一个 introduction 嗯 一个website里面 我们有introduction 然后有内容嘛 然后有fooder结尾嘛 所以我introduction 我有一个 不同指定的style 然后me的中间 那part 可能我又有一个 指定的style fooder我又有指定的style 所以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方便你 program 做coding的时候 你找回你 introduction 是什么style 你就可以 set 一个ID 给他们 ID 的code 就是一个 井 井 这个就是ID 对 它就是 它也是一个selector 但是它是属于ID selector 一样 就是 Introduction 那些我 我color 要放什么也是好 Yellow Pur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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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可能我这个 我的form 我的form width 我放比较粗一点 我放900 OK OK 然后我们再去回这边看 这个第一段 这一段 我就假设我是要放intro 哦 是我的intro 对 我就放ID 哦 然后刚才那个叫我mod 就是intro 哦 不用打那个井 也是可以 不用打那个井 不用打那个井 啊不用 这ID我call outID 刚才我call out我的class 你看它这边变了 Purple 然后它的form size 你看是不是比较粗 因为900 我开了一个Fooder Fooder的ID 不要Fooder 我放N 我命名为N OK 然后 color 放什么颜色好了 o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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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能我这个 phone phone family 我换下它的form 我换这个 这个 放哪一个呢 我换SenseLIF 然后我Save 然后我再end 这个 这个class 我就换 换掉 我不用用class 我用ID 我换N 你看 哦 它是phone不同了 OK 嗯 对 就是 然后其实你不只是放H1的Element 你放paragraph也是可以 嗯 这样 嗯 ID跟这个class 几时要用ID 几时要用class class呢 它就是给Programmer来区别 嗯 你class是你指定 你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放 嗯 ID也是指定 某一个段落 哦 这个part 它的style就是这样子 对 对 哦 我要去改的时候 我就找回那个title 我们的intro 哦 我就去改他的intro 对对对 就这样子 很简单 其实呢 那个ID哦 我们这样子放哦 放在H1P 这样子放 是错误了 为什么呢 因为ID 我们其实是要把它 放在指定的一个session 我们可以create一个东西 叫DIV OK 啊 DIV就是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哦 DIV是什么意思 DIV是For Division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 它可以 它可以 它可以给你懂 诶 这整个 这整个是Under 一个Division 就好像是我的Ending 部分啊 还是什么 哦 好像 我改一下他的DIV的session 这些我颜色 我不要换 我跟着他之前的 然后我放Family 我放SenseLift 然后我的Family 然后我的Family 我可能要把它 放Italy OK 然后可能我把它 弄 弄 弄 什么啊 Tax Alive 我把它放Sender 哦 好像Footer 对 然后我Save它 这个是Ending Part 然后我在整个DIV里面 我放一个ID 我扣它出来 就是End 那它就会在中间 它是这样子的 OK 它就一起变了哦 对 我就打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给你懂 诶 这个Ending Session 我的Style 是这样子 我要改它 通常我们不会放 颜色跟Size 因为颜色跟Size 我们是在Preset 如果我放进去这边 它 它是会相冲的 好像刚才我们是 什么 Yellow Yellow 它是不会 不会换成Yellow 因为它相冲 你要Define as 前面 之前Define 好的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 订阅 及分享哦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